完全门槛,学习有门道 大家好,这里是原子坛吉他教室 我是原子 如果你是吉他爱好者或者是指坛发烧友 那么请点击订阅我的视频 这样我之后的精彩内容你都不会错过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对我表示鼓励和支持 来吧,拿起吉他跟我练 一路火花,带闪电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曲子 是来自仲成河的原创 Uncloud 9 接下来我们看分段也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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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时候 首先是母指的 后面就是这个 along 三 二 三根琴弦 空弦的拨弦 好 接着 来到第三排手 首先拨六弦的空弦之后 我们的左手中指 提前按住三弦的二屏 再来做一个连续的滑音 从三弦的二屏 迅速的滑到三弦的三屏 这里是一个装身的滑音 好 接着再滑回到二屏 最后再勾三弦的空弦 那么这个地方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最后的空弦 大家稍微往外带一点 一定不要带到二弦 好 接着 第四排 一样的 还是用中指先做 几弦再滑到三弦的四屏上来 好 接着我们看到第六小节 前面中指滑到三弦四屏上之后 对不对 来到第六小节 我们看到第一拍是 二弦的四屏 以及六弦的五屏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用中指的话 那么正好 十指下来按住二弦的四屏 五米纸上去按住六弦的五屏 就这样一个指法 在这个地方也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在一开始 用十指去做这个滑音滑到 这个三弦四屏上来的话 你会发现在这个第六小节的时候 不管是中指下来按住二弦四屏 五米纸再上去按住六弦五屏 还是十指下来按住二弦四屏 这样两个方法的话 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合理 并且在弹奏中 是非常非常容易出错的 因此 在这个五六小节中间的 衔接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需要用到中指 来做三弦的这个 基弦加上滑音的 那么不如干脆培养这个习惯 在第四小节最后的时候 就开始用中指做这样一个 基弦加滑音 这样是最科学的一个方法 因此也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我在前面 非常建议大家 在那个地方 用中指来做基弦加上滑音 好 来到第六小节之后 这里 它第一拍还是前八五十六的节奏 大大大 好 第二拍 还是注意这个敲弦之后的 这个五平音 第一个五平音 拨的稍微轻点 好 那么另外 来到后半拍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里 六弦五平音 以及二弦二平音 这个地方跨度 确实比较大 但是没有其他的方法 只能这样按 但是好在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弹一弦 所以说实时倒下来 去挨到一弦 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么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的五平曲 或者是中指 加上这个小指的话 一定不要把三弦空弦 碰到就行了 好 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其实第三拍 如果说我们去带上这个延音 或者说把这个延音弹出来的话 它的实际的节奏 其实也是前八后十六 大大大 因此后面两个连续的装饰音的滑音 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节奏 或者说衔接起来会稍微快一点 但是其实实际上来弹的话 如果说我把这些装饰音的滑音 先都给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第三拍谈的就是六弦的四平 对吧 我们只看那个大的数字 前面小的数字不管 对吧 后面一弦是一弦五平音 对吧 最终弹的是这两个音 带上前面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再加回到装饰音 它其实是这样的 演音过来之后 无名指迅速的从六弦的五平 滑到六弦的四平 接着小指下去按住一弦的四平 再迅速的滑到一弦的五平 就这样 大家其实可以算一算 就是在第二拍最后 这三个音 这一组音 加上它的演音 其实他们整体需要弹奏一拍的时间 大家不要看上面是一个八分音符 带负点的试质 但是 这个六弦的装饰音的滑音 它其实是在第三拍的后半拍 也就是说 这个演音在第三拍 它只有半拍的时间 也就是一个八分音符的试质 加上第二拍 最后一拍 这三个音 它其实加起来这一组音 我们只需要弹一拍的时间 而不是一拍半 就这样一个节奏 好 接着 我们小指滑到一弦五平之后 对吧 小指再回到 首先是右手的拇指敲弦之后 右左手的小指回到一弦的四平 再来拨一弦 最后的击弦 我建议大家用五音指去击到一弦的二平上 好 把第五小节和第六小节连起来 带上第四小节的最后三个音 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小节 五音指基在一弦的二平上之后 接着 持续按住六弦的二平 中指在四弦的二平 这个时候五米指先不要拿开 提前拿开 因为虽然说我们在第一小节的 第七小节的第一拍 在第一拍里面没有看到 我们需要弹一弦二平音 对吧 但是不要着急拿开 六四三二 好 接着第二拍 再来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弹到一弦的二平音了 所以说五米指是为了这个时候 而用的 好 我们拨一弦二平音之后 五米指迅速的从一弦二平 滑到一弦的四平上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装饰音的滑音 接着五米指勾一弦的空弦 最后的几弦 用食指击回到一弦的二平上 接着来到第三拍 食指不动 将我们的中指按在六弦的四平上 五米指在四弦的四平上 这个当我们弹到一弦空弦的时候 再来把食指放开 前面不动的原因是 以我们的食指作为一个支点的 帮助我们的中指和五米指 去准确地找到六弦和四弦的四平的位置 当我们弹到一弦空弦的时候 再可以把食指拿开来 好 保留这两个手指来了 第四拍 拇指的小弦 后面二弦四平 我们用小指来按 弹到一弦空弦的时候 其他手指放开 最后再用我们的食指 击回到一弦的二平上 就这样 好 我们直接来看到第八小节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勾弦技巧 是跨越了第七小节和第八小节 我们看到第八小节第一拍的前半拍 六弦五平音和一弦空弦音 但是 这两个音并不都是通过右手给弹出来的 六弦五平音是通过右手弹的 而 一弦的空弦音是通过 左手的食指给勾出来的 当我们的来到第八小节的时候 五名指迅速地找到六弦的五平按上去之后 左手同时勾响一弦的空弦 这几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 大家看一下 五名指迅速地找到六弦的五平 并且右手去拨六弦 那么当这个动作发生的时候 左手的食指去勾响一弦的空弦 好了 后半拍的时候 小指上来按住四弦的五平 接着 然后第一二拍 敲弦 三弦空弦 六弦 后面是一二三弦空弦的波弦 一个延音来到第三拍 上下上 最后一个上扫的时候 我们的中指 五名指和小指平移到 六弦和四弦的齐柄上来 那么另外 我们扫完这个上扫之后 左手 虚眼珠琴弦倒下来 这里有一个质音 如果说大家去听圆曲的话 是可以听得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接着来第四拍 又是这样一个非常熟悉的 这一组音 好 我把第七小节和第八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那么谈第八小节的时候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在做这个扫弦的时候 中指稍微倒下来一点点 不要让这个五弦发声了 把这个五弦作为一个支音 因为我们看到菩萨琼 五弦上也确实是没有数字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到第九小节 这第九小节和第五小节 也就是这个A段的开头的第一个小节 它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在哪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拍 还是这样一个节奏 前八后十六 好 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这里连续的滑音加上勾弦呢 我们从前面的三弦呢 来到了一弦哈 好 那么这个地方 一弦的连续的滑音加上勾弦呢 拿个手指都行 你觉得拿个顺手就可以了 好 第四拍 好 我把第九小节领下 给大家听一下 接着来看到第十小节 试试下来找到二弦的四品 五分指上去 找到六弦的五品 再来松中指哈 好 第三拍的时候呢 这里的处理的方式 就比较简单了 没有那些 快节奏的装饰音的滑音了 就直接六弦的五品 在后面是三弦的空弦音哈 好 第四拍 右手敲下去之后 用我们的中指去找到三弦的四品 在 我们右手拨三弦之后 滑回到三弦的二品哈 这个尾音 用五分指下来 按住二弦的二品哈 好 把第十小节领下来 大家拿听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小节 首先这里的五分指呢 保湿不动 在二弦的二品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十一小节的第一拍 出现了六弦的二品音 如果说大家去仔细去看 正成盒的这个执法的话 你会发现它在这里呢 是用了拇指去按的六弦的二品 而什么呢 到后面的 比如说第三拍 或者说第十二小节的时候 其实最终 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用 左手的中指 来按住 六弦 所以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哈 既然之后 要用到中指来按六弦 为什么不直接在这里用 中指按六弦呢 所以说我个人的习惯 就是在这里的 之后 就已经用中指去按六弦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 去按照圆曲的方式去弹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 用拇指去按六弦的二品哈 就这样 大大大 前八或十六哈 不管是中指 还是拇指来按六弦哈 好 接着 来到第二拍的手 右手敲弦之后 拇指上去 按住三弦的二品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 如果说你前面用的是 拇指来按六弦 那么来到这个四品的时候 也就是 准备要弹第三拍之前 你需要用你的中指 换到你的中指来按住 六弦的四品 那么如果说你在前面第一拍 像我一样 就用你的中指按住 六弦的二品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 需要跟着无名指一起 平移过来就行了 最后一个 二弦的四品音 用小指来按 接着拨三弦 就三拍 还有弦八后十六哈 大大大 弹到六 三弦空弦的时候 松掉我们的无名指 但不要离得太远 因为后面还需要它按住 三弦哈 右手敲完一 敲完弦之后 无名指按回到三弦的四品 接着拨三弦 无名指再从三弦四品滑到 五品 整个过程中 不管你有没有弹六弦 你的中指 小指第一个 都和无名指呢 保持在 竖直状态下 同一个品的位置 这个可以理解吧 就是 无名指在 比如说这个时候 无名指在五品 中指就在五品 无名指在四品 中指就在四品 只不过 无名指一直是在六弦上 不管是有没有弹六弦 你的中指都不要离开六弦 保持在六弦上 好 我把第十一小节 连起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 来看到第十二小节 一二弦的空弦音 沿过来之后 此时我们的中指 无名指都不需要动 直接 六 三 二 一个前八后十六 第二拍 右手敲弦 三 六 一二空弦 虽然说我们看到 上下都有这个弦感 但其实它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就是四个 十六分音符 好 接着来看到第三拍 这里延音过来之后 上 下 好 我们看到下扫的时候 这里一二三弦都变成了空弦 为什么 为了最后一个上扫 做准备 首先 我们扫了这个空弦的时候 无名指拿开 那么中指 做好准备 往第七品去移动 然后最后一个上扫的时候 中指平移到六弦的七品 那么无名指 再按到四弦的七品 就是这样一个音 这样一个低音的变化 我们前面无名指 按的都是四弦 对吧 三弦 来到这里上扫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四弦音 当然还是 这里的中指 无名指 都是在这个相同的平的 好 来到最后一拍一首 这个一个上扫音 延过来 上下滑音 这个只需要左手中指 做一个低音的 这个滑音就可以了 就有个低音的变化 好 我把第十二小节连下来 大家听一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A段 第五小节到第十二小节的讲解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B段 第十三小节到第十七小节 先来看演示 我们先来看第十三小节 大家记得十二小节最后 中指五名指最后是滑到了六弦和四弦的九品上 对吧 那么来到第十三小节第一拍的时候 大家看到除了四弦六弦上 有九品音之外 还多了一个二弦的九品音 这个就是需要用小指来按 其实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大家记得在A段最后几个小节 我说这个中指 不管你是弹 六弦不管是弹还是不弹 都要用中指去按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十三或者说这个B段 其实就是为了填这个A段最后几个小节的坑 尤其是在十三小节 因为什么呢 如果说等会把这个十三小节 我给大家讲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我们的十指小指都有其他的事要做 而只有中指和无名指是唯一能够满足 同时按住六弦和四弦的两个手指的 因此在A段的最后一个小节 为什么说至少在后面的部分 一定是中指去按住六弦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那我们顺着往后看看 第一拍前八后十六下下下 只不过前面的第一个下扫 像一个弗安姆格式的下扫 扫得有层次感一点就行 同时注意把五弦 用你的左手中指把五弦做一个支音就可以了 下下上 好 接着来到第二拍手 松小指 这样一个敲弦的同时 做一个下扫 当我们的拇指敲到琴弦上的同时 你的中指或者说加上无名指一起 往下打开做一个下扫 或者说弹琴弦的动作 这样一弹 后面再一个勾弦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指十指需要同时的去按住一弦 那么小指按住一弦的九品 而十指在一弦的七品 这个时候才能够做出这里的勾弦 我们的小指去勾一弦 就可以勾到这个一弦的七品 最后再拨一个六弦的九品 好 这里 从第二拍到第三拍的时候 六弦的九品它其实做一个滑音 但是我们需要整体移动的手指 却不止中指一个手指 而是加上前面的十指和无名指 整体的向前左边平移两品 那么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左手的中指就在六弦的七品 虽然说这里没有写四弦的七品 至少是在前半拍 但是我们在后半拍的时候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四弦七品 所以说无名指跟着一起平移过来 按住的是四弦七品 而十指按住的是一弦的五品 好 那么我们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因为六弦七品 它是通过滑音得到的 因此在这里只需要拨一二三弦 也就是一弦五品 二三弦的空弦音 这三组音 后面是四弦七品 最后再把我们小指按在一弦的七品上 大 大 大 就这样的 好 接着来到第四拍 做完一个敲弦之后 首先是一个装饰音的滑音 你看我们的十指其他手指分开 十指先找到 平移到一弦三品上来 接着波一弦迅速的滑到一弦的四品上 是这样一个节奏 好 接着直接来看到第十四小节 这里我们的左手指保持不动 在一弦的四品上 因为这里有个延音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六弦的五品音 它这里是底下写的是个L 表示的是这个left hand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左手点弦 用我们的左手中指 点在六弦的五品上 前八或十六 大 大 最后一个一弦二品音 我们十指再平移到一弦的二品上来 好的 第二拍的时候 右手敲弦的同时 十指勾一弦的空弦音 接着后面 先拨三弦的空弦 接着再做一个装饰音的滑音 迅速的从二弦的二品滑到二弦的四品上来 好 我先把前两拍 先连起来 好 随着一弦的空弦音 往后延续的同时 我们看看第三拍 这里 右手敲弦的位置 突然和前面 所有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了 它这里敲的位置 怎么突然跑到三弦上去了 如果说四弦五弦 常规来讲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这里是敲在了三弦上 如果说大家有去仔细去看 不管是它的这个MV 还是它现场的演奏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后面的一连串的这些音 首先这个投音 正常合适用这个 拇指去拨的 也就是这里三弦 并且还是非常有力量感 有点向外 向外去拨的这种感觉 因此呢 如果说你想要去 去比较靠近它圆曲的感觉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用拇指敲在三弦上 接着直接用拇指来拨三弦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常规的 去弹琴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用我们常规来说的话 三弦一般来说 是交给这个食指去拨的 对吧 当然这样 其实我也和很多的朋友 去回复消息的时候 我说其实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拇指六五四 对吧 拇指三 中指二 拇指一 这样一个方式 是非常非常基础 而且一定是没有错误的方式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曲子 需要我们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 它也没有错 只要我们曲子的前后 衔接的流畅 并且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就需要一个力量感 用食指去 是比较难去实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用拇指去拨三弦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说有人跟你说这个方法 不对呀 我们的食指是应该去拨三弦的 怎么用拇指来拨三弦呢 你这个不对 那么你就不要理它 这个曲子它就是这样弹的 当然当然 其实话说 如果说你一开始不太习惯 用拇指去拨三弦 或者说你不太 不是去太在意 说非要达到圆曲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用食指也是可以的 当然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说你喜欢圆曲的感觉 那么你就尽量的去从第一次去弹这回曲子的时候 就锻炼自己的这个拇指去拨三弦 在这个地方 并且拨的时候 可以稍微往外一点点 不是单纯的往下 其实对于拇指来拨弦 尤其是用低音弦来说的话 单纯的往下拨 其实可能需要活动到的 或者用到的肌肉可能会更多一点 但如果是稍微往外去翻一点 去来这样的方式去拨琴弦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反而还会轻松一些 好 说完右手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回到左手 右手敲到三弦之后 食指提前按住三弦的四平 接着拨三弦 首先是滑回到 迅速的滑回到三弦的二平上 接着再用食指勾 三弦的空弦音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 三弦的二平 以及最后勾的三弦空弦音 前面的三弦四平 因为它作为一个装饰音 所以说它的食指是非常短的 需要迅速的从四平滑到二平上 后面的这些音 从这个四弦四平音开始 我们都可以用常规的方式来拨 不管你是用拇指 还是像我这样 拇指就干脆靠在六弦上 后面的音就通过这样 交替指的方式 食指加上中指来拨 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拍 只需要按照这里的技巧 和音去拨琴弦就可以了 全是三弦的空弦 在食指提前按住四弦的二平 拨四弦之后 勾四弦空弦 最后四弦空弦音 好 我把第十三小节和第十四小节 两个小节圆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那么在我们做单音的这些动作技巧之前 大家一定注意 拇指敲下去的时候 以及左手食指提前按住三弦四平的时候 都不要把下面一弦的旋律音 给制掉 尤其在于左手的食指 因为当你去迅速找到三弦四平音的时候 很有可能因为 为了照顾食指的舒服 可能会稍微倒下来一点点 这样很有可能去碰到 一弦的空弦音 那么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把一弦的旋律音 让它断掉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五小节 这里首先是一个低音的 六弦四平到九平的一个装饰音的环音 那么这个地方我推荐大家 强烈推荐大家用中指来做 迅速的滑到九平 那么之所以或者说为什么要用中指 而不用无名指 等会儿解释给大家听一下 好 后面的 当我们中指滑到这个六弦九平之后 十指提前按住三弦的七平 而无名指按住四弦的九平 虽然这个时候并没有用到三弦 但是我们还是提前把它按住 后面是拨四弦的九平音 以及二弦的空弦音 它连起来其实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 好 来到第二排的时候 这个时候小指找到三弦的九平 按住它 接着拨三弦 再用小指勾响三弦的七平音 这个时候就体现到了十指 提前按住三弦七平的作用 好 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 也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中指来做这里的滑音 如果说用无名指 那么接下来你的四弦九平就需要用小指来按 对吧 那么后面的第二排的勾弦呢 你的小指又需要从四弦下去按到三弦的九平 这样一个移动来说 对于小指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太舒服的一个动作 但如果说换到中指的话 你的小指只需要做一个勾弦 而没有其他的移动 这样来比较起来的话 显然用中指按六弦这样的方式 是更加合理的 好 接下来做完勾弦之后 再拨六弦 这是左手整体的平移两平 向左边 那么你的中指无名指就在六弦的七平和四弦的七平 时指就来到了三弦的五平 这个第三排 六弦的七平由于是通过滑音得到的 因此我们只需要拨这个三弦五平以及四弦的七平 那么来到这里正好这两个手指在这个位置 随时去拨三四弦就行了 后面三弦四平呢 其他手指松开 十指平移到三弦四平上来就可以了 后面 这个装饰音的滑音 敲完之后 这个装饰音的滑音呢 从四弦的五平滑到四弦的七平上来 就这样 好吧 我把第十五小节链接下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了 那么这里有两个点需要大家去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在第一拍的时候 这里的滑音 大家可以不必太严格的 从四品一定非要从从四品开始到第九品 你可以从前面的三品或者也好 或者从五品也好 它的表达的意思主要是一个从低八位最终来到九品的一个意思 那么另外呢 如果说你担心在拨二弦的时候 担心这个左手的十指提前按住三弦七品的十指会碰到你的二弦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什么呢 拨 直接拨三弦的七平 这个时候大家试一下 二弦的空弦音 三弦的七平 它们的音高其实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 拨二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杂音 因为这里有十指的存在 如果说你十指不能够立的很直的话 很容易去碰到二弦的话 那么你可以尝试着 这里第一拍就会有一个二弦空弦音的 你换成三弦的七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十六小节 这里是第一个六弦的五品的点弦音 大大大 后面四弦五品音 就用无名指楼按就可以了 接着第二拍 大大大大 实际的节奏就是四个十六分音符的感觉 好来到第三拍 上上 这里呢 它其实是一个千分音的节奏 如果说带上这个沿音的话 如果把沿音弹出来就是这样的 大大大 当然这里没有这个 它的这个第一个十六分音符呢 其实是一个沿音 没有弹 所以说连起来其实是这样的 这种感觉 当然如果说带上最后一拍 能够听得更加准确一点 最后一拍是这样的 下上下滑一 最后这两个手指滑到了 六弦和四弦的七品 好我把第十六小节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这里主要听一下后面节奏的这种感觉 由于这里最后有一个滑音的存在 所以说在最后一拍的扫弦中 大家可以把你的重心 也就是扫弦的区域 主要可以放在低音弦 因为这里是低音的变化为主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七小节 这两个手指滑到七品之后 第一拍是前腹点 第二拍还是前腹点 就是还是下上 那么连起来前两拍 连起来就是下上下上 这种感觉 好 那么因为第二拍和第三拍之间它有延音 同时第三拍呢 它又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那么这里弹出来 由于到后面的执法都没有变 除了最后一个上扫之外 最后一个上扫 我们看到扫的是空弦 放掉左手之外 其他的位置 左手执法都没有变化 因此大家主要是看我的节奏 以及扫的方向 也就是把谱子中的这个箭头的方向看准 下上下上上上下下上 再来一次 大家在做这一小节的扫弦的时候呢 可以把你的这个右手的力量 做一个坚强的梳理 因为谈完这一小节之后 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副歌的部分 我们情绪就要往上提了 好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B段 第13小节到第17小节的讲解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C段 第18小节到第25小节 下来看点试 好我们来看到第18小节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曲子的C段也好 还是后面会出现的就是C2 甚至C3 至少我个人认为 它反而是这首曲子中 相对简单的几个段落 可能是因为它这里没有了一些 附带着一些高 或者说短时值的这些 连续性的技巧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样的 好我们扫完弦最后 这个17小节最后是一个空弦的上扫 大家只需要往上稍微挑一下就行了 好首先第一个第18小节 第一拍的第一个音 这里 六弦的空弦 底下是slab技巧 也就是我们在第一小节 第一个音用到的这样一个技巧 用你拇指的外侧 有指甲最好 没有指甲也没有关系 这样 转动你的时候往下一敲 敲完之后 迅速弹开一个巧劲 打板的同时 敲出琴弦的实音 好接着再来看到后面的 我们的持指和中指提弦分别按住 1弦的11品以及1弦的12品 好接着再用我们的右手 去拨1弦和2弦 后面再勾下1弦11品的音 好接着中指上来按住2弦的12品 再用右手去拨2弦就可以了 接着来到第二拍 这里右手打弦 敲弦的同时往下一弹开 那么左手要做的事情就是 提前按住2弦的10品 当我们右手往下打开之后 再滑到2弦的9品 好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前面在做slap技巧的时候 我们右手整个手掌 几乎是一个垂直于琴弦方向的 这样一个跟琴弦差不多十字交叉 这种感觉 那么当我们来到第二拍的时候 由于要弹开的琴弦 主要集中在高音弦的部分 对吧 如果说还是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很有可能去带到其他的琴弦 因此我会选择转动一下我的手腕 这样在转手腕同时 其实就相当于把我的中指无名指 他们的位置往下移动了一点 那么等我再来去弹开琴弦的时候 我就可以尽量的去只弹到1弦2弦 或者说主要的2弦 可以尽量的避免说弹到3弦 甚至4 5弦 好 后面3弦11品 左手点弦用5名指 最后1 2弦的空弦 前二拍是这样的 好 可能你会在练习的时候 或者说看我刚才非常慢速的弹速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第二拍这里 这个2弦10品音 以及滑到2弦9品的这两个音 非常的不明显 当然这只是在慢速的情况下 当你练熟之后 至少是在慢速的练习下 把这些细节都做到位之后 你再慢慢的快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两个音 就不会像慢速的时候 弹得那么的不明显 好 我们播完这个1 2弦空弦之后 然后第3拍 敲 拨3弦 最后拨6弦的空弦 这里的节奏 其实就是前16后8 就是大大大 非常连续的三个音 大大大 好 后面12边的翻音 最后往下带一下就行了 带到这个空弦 做一个扫银就行了 好 这里我们看到12边的翻音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1 2 3 4弦上 其实它这里主要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我们主要翻音 做到这个高音弦 这就够了 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另外我们右手要做一个 弗兰门格式的下扫 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扫弦 更加的有层次感 比这样更加有层次感一点 最后往下 轻轻地往下一代 做一个下扫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十八小节 拧下来 大家来听一下 接着再来看到第十九小节 这里我们用小指 无名指 中指 分别按住 2 4 6弦的九频 那么另外 中指稍微倒下来一点点 把五弦做一个支音 下下上 第一个下扫 我们有弗兰门格式的 这样扫的更加有层次感一点 好 来到第二拍手 一个slam技巧 这里我们看到 一个长方形 中间有一个叉 就是右手 拍在琴弦上 这样 做一个支音 那么另外 左手往你的高把位 移动 小指和无名指 同时移动到 2弦和4弦的12频 那么中指放开 但是不要拿开 也就是你不需要按住6弦 但是你还是需要做支音 把5 6弦做一个支音 因为接着后面有一个 上扫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扫到5 6弦 只让123 4弦发生 拍 上下 好 我们再接着往第一把位 做一个无位环音 最终来到哪 来到4频的位置 我们看到第三拍 好 这里 需要弹奏的音就更少了 只有2 4弦的 4频 那么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把你的中指 再倒下来一点点 前面 我们在前辆 第三拍的时候 只需要置住 5 6弦 那么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随着滑 手指的滑动 那么你的中指 再倒下来一点点 再分别置住 1弦 3弦 此时我的1弦 3弦 5弦 6弦 那么再来听听 2弦 4弦 这里就是一个八度音 往往八度音的出现 会让我们的旋律 听起来更有力量感一点 下上 下上 就要个上扫 这两个手指 平一到 5频上来 第四拍 4弦7弦拍下去之后 左手再平一到 7频上来 虽然有个上扫 我们需要变换支发 5频指不动 还是在4弦上 只不过从4弦的7频平一到 4弦的5频上来 小指拿开 中指上来 按住 提前按住 6弦的5频 10弦下去按住 1弦的4频 虽然说我们最后的一个上扫 主要扫的是高音线 但是你左耳中指 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上扫之后 最后一个上扫 手指还是往上一挑 就够了 好 我们只要来看到 第20小节 保持这样的 左耳指法之后 一个打板叫下扫 第一拍还是前副点 大打 就是下上 再往上一挑就可以了 第二拍是这样的 一个敲弦 并同时配合 右手的弹体 弹开 接着小指 提前按住 1弦的5频 再来拨1弦2弦 再用小指 勾出1弦的4频 最后再拨一遍 1弦和2弦 此时就是 1弦的4频和2弦的空弦 好 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1弦2弦的音往后延 那么我们看到 6弦是5频 此时我们终止 提前按住 6弦的5频 对吧 那么 首先底下有一个加号 好 那么接着 还有一个勾弦 加上机弦 那么这里的技巧 其实还是用 这个一开始的 这个slab技巧 只不过 这里我做了一点点 适合于我自己的改变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 涉及到高音弦的波弦 所以说在这里 我自己 用的是 这个压尾的方式 就是用我的中指 或者是加上 无名指一起 去这样敲到6弦 好 那么 不管是你用slab的方式 还是用这样压尾的方式 你都敲到6弦 并同时打板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勾弦 用中指勾想6弦 空弦音的同时呢 带动5弦的空弦音 因此谱子上出现的是 5 6弦 两个0 最后再积回到 6弦的5频 再往后 一个上调 上扫 手指轻轻往上一调就可以了 其实它这里实际的节奏 就还是这个4个16分音符的感觉 所以说还是非常均匀的 1 2 3 4 就这样 好 接下来第4弦 前三组音我们在第二弦里是有弹过的 最后一组音呢 我们的试试平移到1弦的2平上来 最后再拨 1弦的2平和2弦空弦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19小节和第20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21小节 来到第21小节的时候 同样的还是出现6弦5品这里的机构弦 但是呢 不要忘了 在1弦上 它还是有这个 1弦2平音的也音的 所以说来到这里非常大跨度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前面的滑音 或者说平移的过程中 就需要左手的食指呢 稍微调整一下暗弦的方式 前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都是非常 怎么说 非常常规 或者说非常标准的 这种垂直于指板的方式 对吧 那么来到这里 把你的手指稍微倒下来一点 斜过来一点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证这个演音呢 得到持续 而不至于说来了这里 它就断掉了 这里的地方 这里的 这个地方的跨度 稍微有点大 所以说 一定是要把食指斜过来一点点 才能够做得稍微的轻松一点 好 最后一个上挑 还是挑到这个 高音弦为主 也就是上扫 那么我们在扫的时候 食指再可以放开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 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而且是一定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你从前面的第二十小节 最后一拍 从这样一个比较垂直的方式 到这里第二十一小节 斜过来的方式 一定或者说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慢 因为什么呢 我们平常来说的话 食指这一侧面 是很少用到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的皮还是比较嫩的 或者说没有剪 一定要小心 不要在这样一个滑的过程中 把手指给滑破了 而且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好 来到第二拍 这里我们 做完这个第一拍的上挑之后 此时我们小指需要按回到 四弦的五品 无名指保持在六弦的五品上 不要动 接着 是这样的 首先是一个敲弦并配合下扫 接着往上一条 因此小指需要按回来 因为我们看到谱子中 有一个四弦的五品音 那么来到 它的后半拍 也就是第二个 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 左手再放开 好 第三拍的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看到是下扫 那么在这样一个动作之后 当这样一个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扫拍之后 或者拍扫 扫拍之后 我们如何去做下扫 这里下扫 直接用拇指往下一拨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拇指敲的位置 正好是在六弦 对吧 主要去拨我们的第一弦就行了 然后第三拍的时候 再积回到六弦和四弦的五品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相对舒服的手指 也就是 至少我个人觉得比较舒服的 是用中指去积六弦 五米指去积四弦 这样是比较舒服的 好 到第三拍 积回来之后 上 再一个扫拍 方式还是和第二拍里面 我们弹的一样的 最后的下扫 还是用拇指去往下一代 然后第四拍的时候 这两个手指再积到六四弦的七品 上下上 后面就比较简单了 好 我把第二十小节最后一拍 连起来 带上和二十一小节一起 连起来谈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二十二小节 这里又回到这个 副歌这个旋律的位置了 就是我们在前面第十八小节 有弹过的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二十三小节 五指中指以及小指 还是在二四六弦的九品上 此时中指弹起来 做五六弦的之音 接下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再稍微倒下一点 做一三五六弦的之音 此时我们只需要听到 二四弦的八度音 就行了 最后一个上调 左手提前做好准备 那么接下来看到第二十四小节 下 上 下 上 然后第二拍的时候 稍微有点不一样 扫拍之后 三弦 六弦 一二弦 左手都不动 我们只需要按照虎子上 右手去做该波的琴弦就行了 好 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左手是平一到一弦的二弦上来 还是勾弦的同时 右手去敲六弦 最后第四拍 先做一个装饰音的滑音 从二弦的二品滑到二弦的四品上来 这里其实连起来的节奏还是相当于四个十六分音符的感觉 一二三四 就这样 好 把第二十三小节和第二十四小节两个小节临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二十五小节 此时是空弦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拨六弦 一二三四 六弦的五平 用左手中指来击 第二拍 前两拍稍微简单一点 接下来来到第三拍 一个音音过来之后 上 敲弦 后面就是一个拨弦了 我们左手 首先平一到七平上来 此时我们的中指和五明指分别在六弦和四弦的七平上 接下来把我们的小指再按在二弦的七平上 接着我们就拨六四三二 四根弦弦 然后第四拍 然后第四拍上 下 上 最后一个上扫 是空弦 这个小节呢 相对来说 除了一点点变化之外呢 整体上来对于左手而言的话 比较简单 那么关键就在于右手 我们怎么把这个节奏给弹清楚 对吧 好 我把第25小节连起来 看看大家听一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C段 第18小节到第25小节的讲解 谢谢大家